我们的金润法律公共政策论坛第四期正式开始 这个论坛是由北京金润律师事务博与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知识中心一起合作 就我们国家一些法律和公共政策的热点问题 邀请国内一些最点睛的专家学者来进行讨论和交流 当然了这个最点睛的专家学者 我知道每次我们也有最点睛的听众 所以邀的一个论坛其实是一个互动室 首先我们社会由主讲嘉宾来进行一个专题的报告 然后由评议人来进行一个评议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由在座的各位跟嘉宾进行一些互动 这个论坛过去几期一直是聚焦中国的土地问题 特别是当前的农村基地土地的改革 讲一些法律和政治问题 第一期我们请到了天泽经济研究所的毛雨士老师和少吴老师 他们主要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中国未来土地制度 土地产权改革的一些方面 第二期是请到北大国家发展军队员的周琴琳老师 他主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谈到的一个未来 土地的产权和市场这两方面改革的混关系 上一次一个第三期我们请到了农民问题 就是专家人民大学的老文铁军老师 马文老师主要从这个中国农村的改革 不光是从经济学上把土地当作资源 或者说一个经济要素来进行研究 而把它放在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 所谓的三龙的比资中来考虑 今天我们特别人性要请到论坛的第四位嘉宾 秦辉老师 秦辉老师是中国非常著名的学者 历史学家 但是他的研究他所关注的问题 超越这种狭义的历史学的研究 是覆盖了很多 今天我们最实在所面临的很多问题 就是历史学家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一样 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 我觉得秦老师的研究 虽然是历史的顺小 但是他覆盖了很多的方面 接下来我们就论坛正式开始 让我们首先感谢 今天也来参加我们最实动的活动的 金正律师所所的两位合伙人 志同律师和海峡律师 感谢两位 那接下来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 送给我们今天满足奖嘉宾 秦辉老师 谢谢大家 这个法律和公共政策 应该说是个很专业的掌声 我自己在这个专业掌声 是一个门外汉 因此我这个讲座 实际上是给大家提供一些 背景知识 那么既然是背景知识 我就不能够只讲得很窄 因为如果讲得太窄了 不足以展现一个背景 可是实际上如果要讲得宽一点 它每一个 这里头的每一个命题 几乎都会产生多疑问 需要大量的实证 这些我们不能够在这么一个场合 给大家展开 所以我基本上是 我基本上是只讲结论的 是吧 那么关于这个结论后面的这个认证过程 我相信 因为 主犯者也讲了 说我们这个讲座的特点 是有比较长的互动时间 如果大家对到后面的认证过程 很兴趣 我们可以在这个交流的这个过程中再提到 那么这个中国的土地问题 大家知道一直都是 全社会都很关注 而且实际上现实的土地问题 都是和古代 都是和历史的土地问题有密切相远的 是吧 现在才有这个问题 当初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 虽然还没有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 现在实有化 就是经营权下放给农户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恢复小农经济 马上就有了所谓的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那个说法 是吧 当然了谁都知道这个 让农户进行生产不等于把土地就交给地主 可是为什么还要回到解放前那个说法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前的理论认为 之所以地主制解决不了 就是因为小农经济会两极分化的 是吧 因此如果把土地给了农民 那就给地主是只有一步之遥 因为你给了农民 农民就会所谓的 土地是有自由买卖 又出现土地集中了 是吧 因此如果要防止地主制的出现 就只有连农民的也不给 是吧 这就是我们土改以后 还要搞集体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逻辑 是吧 那个时候我们说啊 嗯 土地改革 当然是解决了个大问题 但是如果土地改革以后 不紧接着搞集体化 还是不行的 是吧 因为小农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 是吧 会两极分化 我记得那个时候 嗯 五十年代我们都知道一首 所谓的民歌啊 是吧 就是什么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山摇 嗯 互助组是石板桥 什么什么什么 中间几句我忘记了 是吧 嗯 人民公社 河座社是什么桥 是吧 最后一句是人民公社是金桥 冲向天堂路一条 是吧 这实际上就是 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认为啊 把土地交给农民 其实就等于是交给地主 是吧 因为农民是管不好自己的土地的 是吧 只有交给当官的 呃 当官的代农民管 才能够把土地管好 是吧 如果把土地交给农民 农民就会吃喝嫖土 是吧 就会什么 就会为了看病啊 为了上学啊 就会卖 是吧 于是土地就又会集中起来 而且集中起来那就不得了 一集中 就会发生农民战争 是吧 嗯 这些东西啊 说实在的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就是传统时代 或者说我们讲的旧社会 土地真的那么集中吗 或者说 呃 如果说有一定程度的集中的话 那么这个一定程度的集中 真的会带来那么严重的问题吗 或者说 如果当时 呃 这种程度的集中 不会带来那么严重的问题 而当时又不断的出现社会危机 那么这些危机 如果不是来源于土地集中 又来源于什么呢 是吧 这些都是一个个 在国际上想 防怀相扣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我就不打算讲具体的认证了 我只是说 我这几十年啊 对这个问题 呃 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是吧 呃 大家知道 呃 我最早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 我观察到很多地方 这个土地 呃 其实那个 分配是相当 在传统时代 是吧 土地的那个集中程度是很低的 是吧 或者说这些农村啊 都是没有什么地区的农村 是吧 呃 呃 我曾经 主地分配的一个人之一 是吧 现在当然做这个工作的人很多了 是吧 我那个时候说 我观众的土地分配的基础数只有 0.3 是吧 是吧 那么当然我自己也说 这个是一个很分散的策略 我并不认为观众可以代表那个传播 是吧 那么后来我又发现 我的家乡 是吧 我是广西人 呃 广西社会史的很多学者也提出这个问题 说广西其实 啊 土地没有什么集中 是吧 说土改资料中啊 反映广西很多地方 这个地主赋能占地的比例 只有百分之十几 到百分之二十 是吧 很多人还 啊 很多人还明确地讲 是吧 说这个 壮毒地区 啊 知道解放权 是吧 个体自耕农是占优势的 是吧 电容很少 是吧 那么 那么 接下来啊 我们就发现实际上这个情况 还不止这两个地方 是吧 那么当然我并不认为 呃 就没有比这个土地更集中的地方 但是 如果土地更集中 又能集中到哪里去呢 是吧 那么后来我们发现了 就是这个 其他地方没有这些地方那么集中 呃 没有那么这些地方那么分散 但是大致上 这个 如果按照经细数来计算土地的分配集中度 大概也就是0.5上下这个样子 是吧 呃 这个0.5这个经济系数是0.5啊 这个 呃 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不能算是很高的 是吧 所谓横向比较就是跟其他民族做比较 是吧 所谓纵向比较就是跟这个 呃 是吧 后期比前期越来越集中 是吧 这个隋唐比秦汉集中 明清又比隋唐集中 是吧 呃 大家知道以前我们有人是提出这么个理论 说这个秦汉时代还是有很多自更龙的 到了隋唐都基本电脱化了 是吧 到了明清呢 明清的主地兼并已经不是地主兼并聪明了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明清自更龙就消失了 是吧 明清如果说还有土地兼并 那就是大地主兼并小地主 是吧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 到了明清来小地主都没有了 是吧 这个说法实在是太荒唐 是吧 我觉得 那个那个无论怎么说 是吧 呃 都是不能接受的 是吧 因此啊 我现在其实并不太强调什么观中光系的特殊性了 是吧 我觉得即使全国多数地区比光 关中 呃 比关中广西 土地的集中程度更大一点 是吧 但是这个所谓的更大一点 实际上也是 是吧 呃 不足以构成非常严重的问题 是吧 但是如果我这样讲就会有人提出 啊 说这个 呃 银西数是0.5 怎么怎么还能说不高呢 是吧 呃 他们就说了 他们说你看 现在我们这个收入分配 银西数 呃 0.5 大家就叫喳喳 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公平 是吧 那么以前 啊 银西数0.5 这不也是很严重吗 这里 我啊 我觉得啊 这里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 是吧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银西数 带来带来 就是0.5 会导致收入的分配 会导致收入的分配也是0.5 也是0.5 也是0.5 是吧 这当然是很荒唐的 是吧 其实这个经济学中啊 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是吧 呃 所谓存经济原因 就是说这里头 我们不考虑那个政治性的 巧取豪夺 横针爆炼 是吧 有权者对不权者的略过 我们如果不考虑这些 我们只考虑所有的人都 以民间的经济关系相聚 是吧 建立起所谓的租电关系 雇佣关系 借贷关系 是吧 那么因此产生了地租 产生了工资 是吧 呃 产生了利息 是吧 产生了利润 由这些因素 如果会造成收入不平等的话 那么有一个定律 是吧 那就是资本分配的不平等 肯定要远远超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是吧 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是吧 比如如果我们按照 我们拿一个工厂 作为例子 如果这个工厂 是吧 它属于一个老板 那么就这个工厂的 产权分配而言 它的经历系数是1 也就是 那个不 那个不平等的极限 是吧 因为所有的财产都属于老板 是吧 可是 如果就这个企业的 所有的人 我们来计算收入分配 那么这个收入分配的经历系数 能够是1吗 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假定除了老板以外 其他人都是无产者 这在逻辑上是可以设想的 但是我们能设想这些无产者 都是无收入者吗 是吧 当然是不可能的 是吧 那么处地当然也是这样 是吧 我曾经举过一个非常简单的 极端的例子 是吧 比如说 如果一个县或者一个国家 他的土地分配拿到了 基尼系数的最高值 就是极端不平等 是吧 就是所有的土地 会一个人所有 其他的人都一无所有 全是他的命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 土地分配来讲 这个人就占有了百分之百的土地 也就是说基尼系数唯一 可是这个人能不能占有收入的百分之百呢 是吧 只有一种情况下是可以的 那就是这一个人 他自己耕种所有的土地 既不出租 也不故宫 是吧 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抛除什么 付税这些不讲 是吧 仅仅就这个经济关系而言 他就可以占有所有的收入 因为他 他既不用和电童分享 也不用和那个故宫分享 是吧 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 是吧 那我们只能说 那那个人就是个劳动国家 因为他在这里没有任何多学科 是吧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 那个神仙般的仲前高手 是吧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发生的 是吧 那么假定这个人是把土地都租给 其他的人的 也就是说其他的人都是他的店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我们以前 所谓旧社会的传统观念 是吧 主店是对半分租的 是吧 那也就是说 这个拥有百分之百的土地的人 他占有的收入比重是多少 是吧 是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如果计算基因系数的话 那么收入分配的基因系数是零零 是吧 但是土地分配的基因系数就是一 是吧 当然 我这里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关系中 他都有一个0.5和1的这个比值 也就是说你可以打一个0.5的那个 折算系数 就可以把土地分配的基因系数 折算为收入分配的基因系数 实际上很很容易就可以证明 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 是吧 不可能推出一个公式 但是到底上从经验的角度 我们还是可以 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一些现有的材料 是吧 得出这么一个经验判断 也就是说假如地租率是百分之五十 地权分配的基因系数为0.3到0.7区间的时候 因租电关系而引起的收入分配基因系数 属于地权分配的基因系数的比值 大概是在0.5到0.6左右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会得出两个很重要的逻辑推论 第一 假如我们认为传统社会的不平等 就是因为租电关系引起的 那么 是吧 0.5左右的土地分配基因系数 在租电关系中 可能造成的收入分配的基因系数 就只有0.2到0.3 是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传统社会可以说 就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 甚至我们可以说 几乎桃花源 比我们现在要平等得多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即使按照官方的说法 我们的收入分配仅系数 也已经接近0.5 民间的说法 大部分的人都说超过了0.5 是吧 那如果旧社会只有0.2 0.3 是吧 那旧社会不是桃花源吗 是吧 怎么还会有农民战争 是吧 怎么还会有社会不公 那么我们还有第二个推论 反过来讲 是吧 那如果这个社会的确存在着 严重的不公 我认为这不是我 的确是的 是吧 我来讲 我们以前啊 传统社会 叫做万货的旧社会 是吧 但是最近我们开始鼓吹国学 开始鼓吹五千年优良传统 是吧 于是我们又说传统是非常美好的 是吧 传统社会是那个温情默默的 是吧 一片玫瑰色 是吧 其实啊 照我看真实的传统社会可能 真的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 是吧 传统社会真的是有很多问题的 是吧 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源何在呢 是吧 如果这个社会真的的确存在着 严重的社会不公 发生过社会危机和社会爆炸 那么根据我刚才讲的这个道理 这种不公和危机 就应当另有原因 是吧 讲到简单一点 就是如果说中国的不公平 主要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造成的 那么这种不公平的程度 就会很低 那么如果这种不公平的程度很高 那么它肯定就 另有原因 是吧 大家想想我这个逻辑推论 有漏洞吗 是吧 有第三种推论吗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啊 来讨论这个事 是吧 那么关于这些 我就不想多讲了 是吧 嗯 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问题 那么既然是这样 是吧 那么以前有人说 这个中国社会不断的发生周期性的 这个这个 嗯 这个社会危机 是吧 而且说这种危机是和土地兼并有关的 是吧 那么这个到底是不是这样的 中国古代的这个 啊 我们称之为农民战争的这种啊 曹末期的这种 啊 这种社会大爆炸 是不是由于土地的集中导致着 啊 我们通常讲的地主和 农民的矛盾的爆盘 是吧 当然我这里要讲 所谓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其实在这种意识形态中指的就是地主和店铺 是吧 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按照这种 按照这种 意识形态的描写 所谓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就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 租地主的土地 地主对他受逼租 是吧 一直造成的 是吧 这种意识形态一般来讲 都不太承认传统社会有庞大的自耕农 是吧 呃 不太讲那个那个 呃 就是不太承认自耕农的重要地位 是吧 呃 我们以前啊 甚至有一位学者 明确讲过 中国 传统社会的自耕农 只是电农的后备军 是吧 意思就是说这个自耕农 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呃 呃 墓桥走一步来摇山摇摇摇摇 摇摇就掉下去了 是吧 因此他们呃 呃 很快就会都变成电户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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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耕农 基本上是可以不用考虑的 是吧 我们只考虑地主和电户的呃 呃 是吧 那为什么会有农民战争呢 农民战争就是地主反对 啊 电户反对地主 真的是这样吗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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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啊 呃 呃 我不用一次 我不用每一次的来讲这个事 是吧 我只是要讲 中国古代的这个 呃 社会危机啊 我们传统时代 有两种 说法 一种是站在造反者的立场上 叫做起义 是吧 大家不要 不要以为农民起义 这个词是共产党发明的 是吧 太平天国就把自己的 那个那个 那个 发动叫做经典起义的 是吧 经典起义这个称呼是 太平天国的文献中就有的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是站在官方的立场的 把这说成是盗贼 是吧 或者说是土匪 流寇 什么等等 什么 但是实际上 传统时代还有一个中性的说法 是吧 就是既不是盗贼也不是起义 中性的说法叫做什么呢 叫做明辩 是吧 什么叫明辩呢 明辩就是官民矛盾 是吧 我们的古人早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定义过这个东西 是吧 是吧 我们古代有没有电户和地主的矛盾呢 是有的 是吧 明清两代 把这种矛盾 把主电纠纷 尤其是造成了人身伤害的主电纠纷 是吧 我们国家的确不像有些人讲的那样 传统时代就是一片玫瑰色 是吧 传统社会 大家都是讲那个人力道德 是吧 那个那个 现在有些人说传统社会 虽然有地主垫户 但是地主垫户的关系很好的 他们都亲如一家 吃吃喝喝 是吧 这种现象的确是有 是吧 但是我们不能说传统社会 都是这样的 是吧 这个清代型科体本 它有大量的那种 那种主垫之间发生的那种 那种各性纠纷 是吧 包括发生那种 是吧 由于主垫纠纷 导致 那个人命官司 是吧 这些是有的 都是传统时代 对这种 对这种现象 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做垫垫 是吧 古代的人 非常清楚 垫垫和冥垫 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式 是吧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垫垫 都不会把矛头对准观 都不会把矛头对准 更不会对准皇帝的 是吧 而且我们知道 而且我们 而且我们知道 垫垫的诉求 一般都是垫垫 是吧 当然了 有人说 如果他们觉悟了 就会主张 土地改革 是吧 那么也许他们 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但是至少 既然你这个主垫关系 是由于地珠受的 太多引起的 那么要求垫垫 总不会是需要 什么太高的觉悟吧 是吧 可是我们看到 从城镇武广到太平天国 没有一次明辩的诉求 是简直的 且这相反 几乎所有的明辩提出的诉求 都是和自根统有关的 是吧 比如说所谓的免粮 是吧 他们没有提出免粹 但是提出免粮 什么叫做免粮呢 就是不要交黄粮国税 是吧 大家知道黄粮国税是什么人交的呀 是吧 随堂以前 当然我们的黄粮国税的构成 都比较复杂 是吧 既有人头税 也有户口税 也有土地税 但是到了长颂以后 就不见简单化 是吧 尤其是明清 中国的附税 基本上变成了单一土地税 是吧 也就是说 所谓的黄粮国税 用当时的话讲 就是田粮 是吧 田粮是谁交的 有土地的人交的 是吧 包括自根统 也包括平民地主 是吧 店户是不交的 是吧 权贿也是不交的 他们有免权 是吧 他们有特权 是吧 那么这个 历代的这个明辩 是吧 经常提出所谓的免贞啊 免粮啊 是吧 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什么 寅闯王分阿良啊 是吧 三年免贞啊 是吧 这种说法 结果每次大规模米店都有 但是简租的口号 除了我们没听说过 是吧 免粮的口号怎么会有号召力呢 是吧 对于店户怎么会有号召力呢 因为店户本来也不交流呢 是吧 如果说对店户有号召力 应该是免住才对 是吧 免粮对谁有号召力呢 只会有土地的人有号召力 是吧 这个有土地的人中包括 自耕农 也包括平民地主 是吧 但是不包括权贵 是吧 所以啊 这里我不要讲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历代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啊 实际上我们土地兼并也没有多少关系 是吧 大规模的农民 这个农民战争啊 其实原因无非就是这么几个 第一 就是朝廷恒争爆量 是吧 重税 是吧 滥用民力 是吧 导致的 像秦末水末原话的 都是这样 是吧 或者 朝廷 可能没有那么恒争爆量 但是朝廷实行严厉的 经济管制 断绝了老百姓的生路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朝廷搞很多种销 是吧 是吧 剥夺了农民 做生意的 这种权利 是吧 把农民搞得走投赋 是吧 比如我国历来 有的那个所谓 雀查 博买海境 矿境 是吧 我们国家的这个 这个传统实在 经常搞这种垄断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就会跟民间发生冲突 是吧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很多民调 其实都是表现为 用一句贬义的话讲 都是表现为民间的走私活动和官方的这个经济垄断的冲突 是吧 王朝王先知是什么人呢 是四言犯子 是吧 王小波里顺是什么人呢 是抗拒统构统销的茶笼 是吧 是吧 他们反对那个那个那个国家的那个那个 那个被茶叶实行图构 是吧 他们要求自己卖茶 是吧 方那是什么人呢 是吧 方那是个七元主 他也是反对这个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叫做国进领退 是吧 他就是这样 其实一点都你们可以查一下 是吧 由于朝廷年底的经济统治断绝了 人民生物而激发而激发的 是吧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 与流民潮发生冲突 是吧 我这里讲的户口控制啊 既包括老百姓要流动 政府不让流 是吧 触动很多城管啊 什么来打他们 是吧 不是开玩笑 是吧 不是不要说古代 就连台湾之所以发生二大起义 大家知道那个导火索是什么吗 是吧 导火索就是城管打小贩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绝不是讲假话的 是吧 这个这个古代这种事情也多得很 是吧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 那就是老百姓不愿流动 但是政府强制逼他们迁徙 是吧 嗯 这个经常造成官兵讨论 就是或者老百姓想流动 官府不让流 或者是老百姓不想流动 而流动 官府 逼他们流 是吧 比如说逼他们到 那个边疆去当军肯战士 是吧 那个那个明代 大家知道那个军同步 经常出乱 是吧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是吧 是吧 后来留下来两句 两句 两句 是吧 是吧 一个叫做 一个叫做冲 是吧 冲军是什么意思呢 从字面的意思讲就是当兵了 当兵不是蛮好的吗 我们现在都很积极要求入伍呢 是吧 可是大家知道 这个所谓的冲军 并不是让你去打仗 而是让你去 是吧 而是让你去那个 去 去新疆生死兵 是吧 去去去去去去去自编 是吧 简单一点就是让你去很细编 一去你就不可能回来了 是吧 大家都读过这首诗吧 是吧 什么十五重军阵 八十十周龟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么 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 叫做解锁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现在我们 那个那个大小编叫做解锁 就是朝廷 你强制移民 是吧 把这些人绑着上路的 是吧 然后这些人要方便怎么办呢 是吧 那就要 暂时松一下绑 是吧 那这个当然就会导致这个 这个 这个官民之间的严重冲突 是吧 这和租电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是吧 当然 或者由于立志腐败 法外敲诈 造成民变 当然 还有一些非社会有的 是吧 比如天灾 是吧 比如那个外国入侵 等等 啊 呃 呃 我们当然没有说 所有的民变 都是政治部罪 是吧 呃 这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 不能呃 完全太得罪 是吧 说老百姓造反都是起义 是吧 可能有点过分 但是说老百姓造反都是盗贼 那更过分 是吧 我觉得啊 不管是呃 这个这个 过错在哪一边 但是 民变是官民矛盾 和祖电矛盾 没有关系 是吧 这一点是 呃 不成问题 这里我并不是要讲祖电 没有矛盾 是吧 呃 我这里要讲啊 最近我们有些人是在那里讲祖电 没有什么矛盾 是吧 嗯 说我们由于有神器儒家文化 所以 那个大家就自己常会气 是吧 传统社会就是个和谐社会 是吧 我并不认为是这样 是吧 但是主电矛盾和官民矛盾是完全是两个 是吧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是吧 那么 那么如果是这样 是吧 那么大家就想了 那么如果历史上的这个农民问题是这样的啊 是官民问题 而不是主电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近现代的这个农民问题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 我们之所以 有我刚才讲的那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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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党地反空间的历史 反地嘛 大家是对着外国人 反空间嘛 就是对着地主 是吧 那么到我们以前说 呃 这个 呃 呃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发生的整个就是 是吧 围绕土改引起了一场斗争 是吧 这个共产党代表农民要求土改 国民党代表地主 反对土改 是吧 是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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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了 那个 不得民心的 反对土改的国民党 是吧 像这样的一种 解释这个 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 如果说解释 是吧 我们整个几千年所谓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不行的 那么解释 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就 是可以的吗 是吧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呃的确我们当时有一种意识形态 认为这个呃 呃 中国革命是要啊 呃 为农民争取土地的 是吧 现在我们在一些老区 还可以看到 我们为土地归农民而战争 啊 呃这样的口号 是吧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 到底在什么程度上 与他两党的土地政策有关系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疑的 是吧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 这两党曾经两度合作 又两度成为死对头 那么两度合作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问题 他们的土地主张比较接近呢 是吧 那么两度敌对 所以 是不是又因为他们的土地 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的见解 特别不相容呢 是吧 这里我要说 完全我们看不出这种相关的关系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啊 是吧 国共两党的土地问题的主张 的确是有相当的区别的 是吧 呃 共产党是土改的激进派 国民党在土改问题上 不那么激进 这是肯定的 可是我要给大家讲 在中国当时 是吧 所有除了国共以外的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泛 都比国民党在土地问题上更保守 而不是更激进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以前经常讲 是吧 49年以前有所谓的中间力量 有所谓的第三势力 是吧 比如民盟 是吧 比如我们今天讲的民主党派 是吧 我们说 按照我们现在的官方当事 说他们是 那个国共之间的第三势力 是吧 那么在国共政治上 是死对头的时候 他们居于中间 这个应当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从土地问题理论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 实际上如果真的要讲土地问题理论 真正的中间派是国民党 不是民主党派 是吧 因为国民党的土地问题理论 比共产党要保守 但是比除了共产党以外的 这些第三势力都要激进 是吧 为什么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 那个时候的第三势力啊 说实在的 嗯 他们的思想千奇北外 但是影响最大的无非就是两者 是吧 一只是自由主义者 是吧 自由主义者不满 国民党的专制 当然也不满 也不会赞成 那个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 是吧 所以他们是 是吧 用我们党的话说 他们叫做 资产阶级民主叛 是吧 那么这个自由主义者 是第三势力中的一支 是吧 很重要的一支 那么 那么除了自由主义以外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传统文化本位叛 也就是新奴家 像杨树敏先生这些人 是吧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 在经济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 主张是什么呢 现在还是这样 那就是尊重产权 是吧 自由主义者 对于尊重产权的强调 当然比共产党比较强 实际上比国民党比较强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国共即使在政治上 再费力 是吧 有一点他们还是共同的 那就是他们都是 强调中央体权的 都是 是吧 主张权力不受制约 都是主张国家干预 那个那个那个 调整财产的 是吧 只不过一个提进一点 一个 一个保守一点 是吧 但是自由主义者 是根本就不赞成这样做的 是吧 这是第一 那么传统文化本位 它为什么会更保守呢 那当然就更容易一点 是吧 因为传统文化本位 它根本就认为旧社会是好的 是吧 所谓的传统社会嘛 是吧 他们认为 这个近代造成的 近代的问题 不是我们的传统不好 而是西化不好 而西化是谁搞的呢 是吧 他们认为国共两党 都是过于西化的 是吧 而且具体到这个 这个乡村社会的分析 其实大家知道 包括梁寿敏先生 在内的 这个新奴家 都非常重视乡村的作用 是吧 他们实际上是 依靠乡村的 是吧 来 他们认为这个 这个 这个理想的这个 乡村治理 应该是依靠乡村的 是吧 老师说 所谓的依靠乡村 跟共产党的话来讲 那不就是楚豪列生当政吗 是吧 大家知道啊 楚豪列生这个 只是共产党经常讲的 除了共产党以外 就是国民党的 是吧 其他 那个第三方 实际是很少有这种 这个用词的 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1927年 国共两党 闹牌了 是吧 国民党开始 屠杀共产党 是吧 叫做清党 是吧 那么清党要请谁呢 是吧 国民党说 第一次要请所谓的义党 所谓的义党 当然就是 反对派了 就是共产党了 是吧 第二也要请什么呢 要请婚怒我党的土豪列生 是吧 大家实事求是的讲 国民党的清党 其实就是清共产党 是吧 并没有怎么去土豪列生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至少他还是这样说 是吧 你听说民党要清除我们党内的土豪列生 没有这种说法 是吧 是吧 而且我还要给大家讲一点 就是在国共两党 他们关系很不错 但是已经出现危机的时候 他们往往要进行很复杂的谈判 就是讨价还价 是吧 我们知道有些国家 的确 土地问题的分歧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是吧 比如在1905年前后的俄国就是这样 是吧 大家知道 是吧 1905年以后 俄国出现了渡马 这个渡马里头 有农民的代表 有李贤民族长 就是自由派的代表 也有 这个布尔索雷克 是吧 就是社会民族长的代表 是吧 那么这些人在渡马中啊 就进行了反复的调量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关于土地问题的调量 是吧 可能大家知道1905年 农民代表提出了 河洪涵104人土地法案 是吧 政府提出了河洪涵104人土地法案 是吧 各个反对派也都提出了自己的土地法案 后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 闹掰了 是吧 顾玛否决了 那个河洪涵104人的法案 河洪涵104人就解散了顾玛 是吧 结果搞出一场 那个惊天大事呢 是吧 也就是说 他们真的是因为土地问题谈不容 结果闹崩了 可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什么时候 谈过土地问题 那真是天之道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知道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 他的谈判啊 可以说积累下来的大量的门线 现在海峡两岸 是吧 我们可以看到的 不下几百万字 有人说可能上千万字 是吧 尤其是在1943到1947年间 是吧 大家知道在抗战期间 国共是联手的 但是一直有矛盾 是吧 到了1943年 两党就在开始可以分手做准备了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 一个是 虽然中国战场的形势还是很很严峻 但是国际上已经看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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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盟国将要取得胜利 是吧 那么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 是吧 那么当时国民党有人认为 这个也是我们党当时明着说的 是吧 我们党以前一直说我们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是吧 那么当时有些国民 有些反共的国民党人就认为 应该 既然共产国际解散了嘛 那么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也就应该要解决了 是吧 于是国共的矛盾就尖锐起来 尖锐起来 他们就进行了吵架绑架 是吧 嗯 到了1945年 这个吵架绑架就变成了 边谈边打 是吧 到了1947年 是吧 谈谈称子过的就只有打 是吧 那么从1943年到1947年 国共谈的是什么问题呢 是吧 我们知道绝大部分问题都是和地盘军队有关的 是吧 这当然反正可以理解 因为 因为这两个党首先就是要争夺的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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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有天下的问题 是吧 所以这个大部分的谈判是围绕 是吧 那个那个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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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比如说当时争论的最厉害的就是 是吧 就是这个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谁先谁后的问题 是吧 是吧 大家知道 我们先放弃一党专政 那里就是格局状态 那里就是格局状态 格局状态怎么搞全局呢 他说不行的 是吧 所以共产党必须先叫出军队来 是吧 然后我们才讨论那个 那个怎么搞 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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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多长制 是吧 结果又为这个 又争论 因为我 这里有一份 周恩来给调停人 是吧 当时大家知道 朝廷人就是美国的马歇尔 是吧 嗯 然后这个 周恩来在这里头说 说我们可以 啊 就是这个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同时进行 是吧 你可以看出这个 关于政治体制的这个 这个谈判也是很厉害的 那么除了这以外 还谈过 无数的东西 是吧 比如说 他们曾经谈过联合国救济物质 应该怎么分配的问题 是吧 比如说 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去谈 怎么治理黄河的问题 是吧 在治理黄河问题上 国共粮长有很大的问题 是吧 国民党主张先阻口 共产党主张先阻地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国民党主张先把花园口阻起来再说 是吧 让黄河回归故道 是吧 共产党说 花园口千万不能阻 是吧 一阻了 这个大水就冲到 经济鲁于解放区去了 是吧 所以他们认为 是应该是 应该是先修好那个故道的大地 是吧 过几年再赌华元口 就为这个事情 他们进行了好多人的谈判 光协议就签了四个 是吧 合得协议 都是关于自己黄河的协议 是吧 什么合得协议 开封协议 上海协议等等 是吧 两党还为这个事情 在黄河大地上发生过冲突的 是吧 可是你说他们谈了那么多的问题 诶 有一点很奇怪 现在我们看到几百万党案中 就没有看到过一次他们谈土地问题 是吧 你能说他们是为土地问题而打仗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是吧 是吧 从主改与反主改的角度来分析国共斗争 我觉得是非常之成问题 是吧 如果说这个问题 也不是不存在 那么至少它的重要性 远远没有我们以前讲的那么重要 是吧 国共两党谈了那么多的东西 是吧 光一个治理黄河就可以签订四个系列 为什么对土地问题 他们就连提都不提呢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共产党 比较强调党内主义 而国民党是派系很多的 是吧 国民党内的派系 在土地问题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有的派系比较激进 有的派系比较保守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国民党内在土地问题上 比较激进的派系 并没有因为他们在土地问题上的激进 而缓和 对共产党的态度 是吧 恰恰相反 在国民党内极端的反共派 往往是土地问题上的 比较激进的那一派 是吧 而这个相对而言 反共不那么极端的 往往在土地问题上 也是属于更保守 是吧 如果说当时的那个那个斗争 是吧 就是因为 是吧 就是因为那个那个土地问题 是吧 事不两立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是吧 更有意思的是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在当时中国 比如说 最坚决反对土感 其字鲜明 不但反对暴力土感 也反对和平土感的 那些势力 是吧 比如说 最近 有不少人写过 关于他的文章 是吧 比如说 中国当时很有名的农业经济学家 主持金先生 是吧 他就是一个 其字鲜明反对土感 是吧 他不仅反对暴力土感 也反对和平土感 他就是 是吧 他是在美国 在康奈尔大学 读的那个农业经济学 那么在美国读农业经济学嘛 嗯 那个那个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学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 那些套是要做农产权的 是吧 那么当然是反对 用那个剥夺产权 或者侵犯产权的这种方式 是吧 可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 董事军在土地问题上 可以说是最极端的反土感派 可是他偏偏 政治态度非常亲共人党 而敌是国民党 是吧 他长期以来一直是 亲共反讲的 是吧 他后来还成为民盟的一个领导人 是吧 但是他提出 他说 我除了是民盟成员以外 大家可能知道 民盟当时的产生叫什么 叫做中国民主社团 是吧 其中有很多集体成员 是吧 董事军当时成立了一个中国农民党 也是民党的一个集体成员 那么董事军就提出 说我这个农民党也应该 呃呃呃呃成认为民主党派之一 是吧 那么共产党就不同意 是吧 说这个中国可以有任何党 但是代表农民的 那只能是共产党 怎么能够 是吧 是吧 那么同时当然共产党对他的那个 关于土改问题上的那个看法 也是有意见的 是吧 于是他就闹牌了 是吧 于是他就从北京跑到香港 是吧 然后又从香港跑到美国 但是 他最后死在美国也没有跑到台湾 是吧 因为他跟国民党也是对地 是吧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 是吧 为什么这么一个 是吧 在中国可以说是 反对土改 没有谁比他更起这些名的 是吧 但是他边边是个亲共反讲的人 是吧 至少长期以来他是个亲共 但是一直到最后 是吧 最后他当然不亲共了 但是他也 是吧 也没有 也没有反过来去亲讲 是吧 为什么 是吧 其实啊 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当时中国如果说 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政治分野 是吧 使得所有的中间势力都必须站队 是吧 你不站在这一边 就要站在那一边 那么这个分野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不是由土改不土改来决定 而是由 是不是主张民主 是不是反对一党专政 来决定 是吧 当时 所有反对国民党的人 不管是新同家 像梁寿敏先生那样 自由主义者 是吧 像张国军 还是共产党人 在处理问题上 他们的观点可以千差万别 有一点是共同的 他们都反对国民党的一党公司 是吧 而我刚才讲的 国民党内的土改基金派 为什么也是反共基章派呢 那就是因为 他们的所谓土改基金 和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集权 是一致的 他们的逻辑也是 是吧 握踏之策 其容他人换税 是吧 是坚决不能容认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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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党存在 是吧 所以我们讲 当时中国基本的政治分野 不是在土改派和反土改派之间 而是在独裁腐败 一党专政的维护者和反对者之间 是吧 呃 这里我要讲 那么如果说 当时的第三党 当时的知识分子 当时的城市的人 是吧 反对国民党 是因为国民党独裁 腐败 是吧 共产党 比较清廉 而且主张民主 是吧 呃 现在不知道共产党是怎么主张 当时他们是讲得很清楚的 是吧 而且那个老主席当时讲 我们讲的民主 就是美国式的民主 苏联式的民主 也很好 但是 那还是未来非常遥远的事 是吧 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水平很低 我们有美国式的民主 就很高兴了 是吧 苏联式的民主 那是 那是很远的将来才有 是吧 是吧 那是讲得很清楚的 是吧 是吧 我们都知道 是吧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还经常 是吧 没有共产党 没有新中国 是吧 共产党的好处在哪里呢 实行的民主好处多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是吧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等等等等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前段时间那个 薄熙来 在重庆唱红歌 其实啊 真正的红歌就是 49年以前的革命歌曲 其实他都没有唱 是吧 49年以前的红歌 的确是非常有意思 是吧 如果大家有时间 我可以教教大家唱唱红歌 是吧 那个时候共产党 真的是有些红歌 现在他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可惜 就和当 就和我们现在有一本书 叫做历史的先生一样 那都是共产党当时的文件 现在都被禁止了 是吧 那么好了 这个 如果说城里人知识分子 是吧 嗯 他们和这国共产党的分野 也是从这里过来的 那么农民呢 是吧 十字求是的讲 农民当时对是不是民主 可能并不是很明亮 是吧 那么 农民对国共产党的分野 当然 可能和这个县城民主 有多大的关系 那么和什么有关 是吧 当然 和腐败首先就是有关 是吧 和国民党政府的红针暴恋 也有关 是吧 和传统时代 农民一团没有什么区别 是吧 也是 是吧 对这个 啊 对这个 专制政府横针暴恋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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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 专后 是吧 抵抵抵抗议 是吧 但是 我这里就要讲了 国民党当时 之所以对农民的 那个 啊 那个 掠夺那么厉害 是吧 大家知道 呃 国民党和这个农民的关系 急剧恶化是在抗战以后 抗战以前 其实 其实还不是这样 是吧 这个当然也是 导致这个 导致这个 呃 导致这个十年内战共产党 呃 其实 其实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吧 这一个 一个基本的 是吧 我们知道 呃 这个十年内战 或者说用我们的 当时的话讲 叫做 土地革命战争 是吧 呃 最后是以 用我们当时的说法 叫做 党根据地和军队都损失了 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告终的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当然基本上是失败了 是吧 那么 但是抗战以后 情况又有个很大的变化 原因很多 其中一条就是 国民党和农民的关系 在抗战以后 啊 就 恶化 那么恶化 当然是和国民党 第一是腐败 第二是和这个战争引起的 这个 啊 这个对农民 啊 人力物力的那个 那个过渡索取 有关 是吧 拉丁派反 嗯 那个那个 呃 所谓的 那个那个 太凉派反 拉丁拉夫 是吧 呃 贪物腐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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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打仗不是也要从农民那里获得 人民物力的资源吗 是吧 而且共产党虽然他当时是比较清廉 是一个廉价政府 是吧 但是共产党的地盘也很小 是吧 至少在战争初期 他的地盘没有国民党那么大 是吧 因此农民的相对负担其实也不少 是吧 那么为什么农民还是同情共产党呢 是吧 那么当然这个和我刚才讲的 是吧 国共产党的腐败是有很大的关系 同时也和当时 这个中国 作为一个国家的财政统筹能力 非常地有关 是吧 因为我们看到 尽管国民党的 那个 能够控制的资源可能总体来讲 战争初期比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多 但是实际上 在作战地区 也就是说老百姓对国共两党有真实的对比 那些地区 国民党并没有能够有能力 是吧 比如说用国库去支付 这个战争的这个 这个费用 是吧 当时不管国共两党 也不管他们各自控制的多大的地盘 他们在进行争夺的地区 都基本上是就地酬粮 就地 解决自己的后勤问题 是吧 那么如果在公共双方都就地解决的这个问题上 那么当然 共产党的负担还是要比人民清 是吧 而且共产党也比国民党要公平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的共产党 当然了 还谈不上什么 权力不受制约吧 是吧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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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确是比较清廉 国民党是很腐败 是吧 因此 我们可以讲 农民同情共产党 是吧 相对而言 农民同情共产党 反感国民党 这在出改以前就是这样 那么出改以后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可以最简单的讲 出改以后得到土地的农民 那当然更容易共产党 但是 出改中间有所失的那些人 是吧 大家知道如果要做共产党自己的说法 在出改以前 连地主都是同情他的 是吧 当时都共产党的报纸都是这样说的 这个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因为 当时共产党的那个 那个 那个国民党的行征 暴恋是你共产党的 是吧 可是这个 出改了以后 这个大量 那个地主当然就是被 打入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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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层地狱了 他们当然不会重庆共产党 是吧 那如果这么说起来呢 出改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出改之前 农民都从庆里 出改以后 穷人从庆里 富人就未见得了 那为什么还要搞出改呢 是吧 那么我现在可以把这个话 更广义的讲 是吧 通过战争来夺取天下 是吧 这个同情者的多少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吗 是吧 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是什么条件下才是 必然的 是吧 我们可以讲 如果国共两党是比选票的 那我可以肯定的讲 比选票就是比人心 是吧 当然我并不是在这里并没有 并不想在这里宣传 民主浪漫主义 是吧 民主可能有很多毛病 民主的毛病来源于 民心本身的毛病 是吧 因为民心本来 是吧 你就不能说它是 一定就是 对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如果要讲得民心者得天下 只有在 选举政治中才是这样 是吧 这里很简单嘛 是吧 只有选举政治中 我同行你 我就投你一票 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但是即使是选举政治中 还有一些情况会影响 比如说大家可能都知道 选举那天如果下了大雨 那就很有可能会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就 可能就不会来投票 那么会出来投票的是什么人呢 只有铁杆粉丝才能 才会出来投票 因此如果下雨 那双方比的就不是谁的 一般同情的路 而是比赛谁的 铁杆粉丝多了 可是我要 可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雨再大 它也不是枪林淡雨啊 是吧 通过打仗来夺天下 那可是要出生路死的呀 我对你有同情 我就可以 因为你出生路死吧 啊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通过战争来夺天下 是吧 你要解决一个 你要解决的问题 不是 有更多的人同情你的问题 而是有更多的人 为你不惜一切代价 要做到这一点 怎么样呢 是吧 得到几亩地 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其实是不能的 是吧 这个 你给了我几亩地 我很感谢你 要我投你一票 不是可以的 是吧 但是要我 重逢献证 是吧 这是容易的事吗 但是大家想想 什么情况下 可以让大家 是吧 这个这个出生路死的 是吧 这个就是 主改的意义所在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 当时的主改是暴力主改 而且 暴力最严重的地区 是从土地分配的角度讲 最不需要暴力的地区 是吧 也就是 华北的老区 华北的老区 我这里就不想多讲了 是吧 华北的老区本来就是 传统时代就是自更多的地区 再加上所谓老区就是抗战时候 共产党已经统治了这个地方 是吧 这些地区 其实是 没有什么土地口感 但是这些地区几乎每一个村子都 都流血很多 而且你可以看 土改的时候有很多材料 是吧 这个所谓的斗争果实的统计中 土地少得可怜 也就是说没分什么土地 但是这里有一项 村群众打死人统计表明 打死的人很多 为什么 是吧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看 是吧 如果打死了 百分之一的人 跑掉了百分之二十的人 是吧 这百分之二十的人回来要杀 没有保的人 是吧 你想想 那大家不怀疑 他能增加 是吧 所以我说最有效的 在战争中最有效的动员方式 不是经济利益 而是两个东西 一个仇恨 一个恐惧 是吧 当这场战争对于你来讲 不是多得两亩地 少得两亩地的问题 而是共产党赢了你就可以活 共产党输了你就得死 是吧 那当然 什么样的动员都可以进行 是吧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时间有限 是吧 那么由于用这种土改 这个土改啊 这里我要讲战争期间的土改 我们基本上 并不认为它的利益在于平均力全 是吧 但是它对于 乡村社会 通过这个 一分为二成为你死我活的两大块 是吧 然后通过这个 仇恨和恐惧来进行高强度动员这一点来讲 它的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而且不仅对战争有意义 对战争以后的乡村社会感到 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们知道 传统中国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国家权力 和民间组织资源之间的方法会有矛盾 是吧 传统时代的民变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吧 民间有自己的传统认同 比如宗族 比如社区 比如 同时一个 一头剑 抬头剑 是吧 什么什么 那个那个那个 把一笔拿写两个什么字 是吧 什么什么字 这一类 是吧 那么如果存在着这种认同 国家的高长度动员 就会受到很多的阻碍 是吧 那么这个高长度动员 就不会有 多大的妨碍 是吧 因此这个 土改不仅对战争 有重要的意义 对战争以后的 计划经济时期的原始积累 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计划经济时代 我们的农村政策的核心是什么呢 说实在的 不是 我们的意识形态讲的 是吧 是要消灭剥削 要消除两级分化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人说 呃 当时 之所以要搞集体化 是因为 那个 如果不搞集体化 农民就会发生 严重的两级分化 是吧 那么现在有些人 呃 呃 这个纠正 所谓左的冲 呃 也要去证明 呃 那个 集体化以前 农村的两级分化 其实并不严重 其实我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 是吧 我可以讲 当时的中国 包括苏联 是吧 农村中即使全部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分化 集体化 我这里要讲的是强制集体化 也是非搞不可 因为集体化的墓地 其实不是要 是吧 呃 其实不是要 啊 造成一个 是吧 这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是吧 关于这点啊 那个苏联十月革命之初 苏联十月革命之初的不要当时机在新经济学这本书里头啊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社会主义要实现 平等共同富裕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只有到将来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发生作用的时候 这才是我们的内容 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任务 而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任务 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呢 普利亨洛夫说得很清楚 资本主义原始积累 是掠夺殖民地 我们苏联没有殖民地 农村就是我们的殖民地 因此苏维埃经济的任务 不是要比资本家从农民那里拿的更少 而是相反 要比资本家从农民那里拿的更多 是吧 那么拿的更多 怎么拿啊 其实一开始 他们也并没有想通过集体化 一开始他们的 想法是搞 剪刀叉 而且这个剪刀叉主要是利用 国家对工业的垄断 是吧 当时的说法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长项 因为工业我们已经垄断起来了 既然垄断就支持一家别物分店 我们可以把价格提得很高 资本主义是不行的 因为资本主义 存在着竞争 是吧 你把价格提高了 农民就可以买别的 是吧 你你你你啊 你张家价格高我就去买你家 是吧 那就不可能把价格人为你提高 是吧 可是 那个那个 苏外经济 把工业先 国有化了 那么既然工业国有化了 我就可以把 我就可以使你垄断的高价 是吧 那么 农民支持一家别物分店 只要他要买东西 他就得忍受高价 是吧 可是他没有想到 农民其实也可以不满 是吧 那么结果后来就发现不行 就必须搞强势的同工同销 是吧 农民的粮食只准卖给国家 而且 必须很便宜 是吧 其实中国当时也走到这一步 可是 这样走就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农民种的粮食你要 低价的 强购 那农民不能抵抗你的强购 他的一个应对制作是什么 他就干脆不动 或者只够 自己够吃的 是吧 所以这个同工同销没搞两年就发现 是吧 你管住了流通 你不管生产是不行的 是吧 你管了流通 你紧接着就要把生产也给管起来 是吧 农民种不种 由不得你 是吧 不种也得种 是吧 所以就有了 所谓的机体化 是吧 那么既然是这样 机体化既然是为了原始积累 而不是为了 是吧 这里我 我不是讲 我们党没有意识形态 也没有意向主义 是吧 当然是 但是那是 那是长远的问题 那是长远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集体化的现实目标 就是原始积累 是吧 那么这个 既然是这样 就造成了这个原来 集体化时代的很多问题 是吧 我们可以讲 我们可以讲 它主要的动机是 取得更多的原始积累 因此 无论在效率上 还是在公平上 都有 甚至在土地问题上 是吧 我们都知道 集体化时代是公有制 可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一个事实 集体化时代 中国农村的土地 仍然是交错 插花 非常之不经济的 是吧 没有 现代农业一般都有的一个过程 叫做土地整理 是吧 很多人都说 那个 土地不是都归工了吗 怎么还会交错 插花呢 它就是交错 插花了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对于基础的那个时代 土地是生产队所用的 而生产队当时 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地方 我们家乡 是吧 一个生产队只有十几户人 十几户 生产队的土地 就是这十几户人的土地 这十几户人 原来的土地是很分散的 合在一起 还是很分散的 所以我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们村子下面的很多土地 都是二十里以外的一个生产队 我们生产队的很多土地 在离我们生产队很远很远的地方 是吧 这个土地的交错插花 很多人都说 私有经济上是 私有经济是这样的 其实人民公社实在也是这样 是吧 人民公社并没有在 土地规划上下过什么做到工夫 是吧 但是它可以 有什么好处呢 就可以拿到廉价 是吧 那么当然也就造成了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结果 就是它实际上也不太考虑社会保障 更不考虑国家承担的保障责任和它行使的权利的配合 是吧 比方说 集体化以后我们的土地 是吧 这里我要讲到土地了 集体化以后我们的土地就 我们的耕地就公有了 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 当时宅基地和坟地 非公地 还是农民自己的 因为 集体化的时候就明着讲 我们的集体化 只是生产集体化 是吧 没有多少社会保障成分 是吧 农民住房还是自己盖 是吧 农民的很多 那个 那个需要的服务 还是自己解决 是吧 那么既然农民的房子是自己盖 宅基地当然也应该是自己的 是吧 所以1956年的标准章程 就明确规定 社员原有的坟地和宅基地 是不入社的 是私有的 是吧 可是到了1962年 是吧 在国家 在公家没有承担任何新的 社会保障职能的条件下 他就扩张了权力 把农民的宅基地 也收归公有房 是吧 没有任何理由 我仍然不管你的房子 但是我把你的宅基地没收 是吧 因此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就是这种集体化 可以说 是吧 使农民 的确是 受到了 很大的伤害 是吧 甚至在很多国家 这里我要讲 有类似体制的国家 好多苏联 中国 柬埔寨 越南等等 都直接导致了 大集荒 当然大集荒的后果 原始集累的后果 各够有不同 是吧 比如苏联 虽然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 但他总算把工业化搞成了 也就是说 他的原始集累 总算是成功了 因此到了 苏联晚期 就已经开始 繁土育业 可是中国不是 是吧 中国虽然这个原始集累 也造成了大集荒 也付出了惨重代价 但是因为中国 一些 另外的问题 是吧 这个原始集累过程 其实是很失败的 是吧 那么 这个工业化过程 很大程度上 是到了改革时期 才逐渐逐渐完成 因此 一直到中国进入改革的时候 中国的农业 还没有摆脱这种原始集累的地址 苏联可以说是已经摆脱了 是吧 因此 中国的农村改革 和苏联的农业改革 就完全不能复杂了 是吧 因为苏联到1966年以后啊 它这个 它这个农业体制啊 实际上已经变成了 真正的一种 是吧 一种所谓的社会主义体制 就是国家整个社大刀大了 是吧 1966年 苏联实现了 集体农庄的 有保障的工资制 集体农庄 是安月领工资的 是吧 而且 哈罗宝收 是吧 遭灾 绝产 国家也保证你能够发工资 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在苏联没有多大的区别 是吧 那么当然后来 苏联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他们的农村改革就不像我们 是吧 他们的农村改革有点像我们90年代的国企改革 是吧 把很多工人的社会保障给保障了 是吧 但是并没有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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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中国就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中国人民公社时代社会保障有所低的 是吧 那么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中国的这个农村改革啊 农民就特别主动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关于农村改革的机制 这个1980年 这个农村工作通讯上的一篇文章 啊 这里我要讲 这篇文章是杜任生杜老写的 但是杜老后来说 其实这是奉命性的 因为杜老大家知道是个农村改革的代表性人 但是当时我们上面的意志啊 是不想改 是吧 大家知道1978年 呃 政治上是改革标志 但是当时的中央文件都是反对保障到处的 是吧 新60条张浩来信编者案 到1980年的这篇文章 是吧 都是反对保障到处的 那个这篇文章中里头就讲 保障到处就像洪水 只要我们稍微放松 就会冲垮集体经济的堤坝 是吧 结果后来果不起来 到了1980年 中央终于松口 说是要在 中国最穷的 17%的贫困生产队 可以适行 包产包户 大家要注意 当时并没有说 所有的地方都可以 只是说 那些实在 公社化搞不下去的那些地方 是吧 那些 最穷的17%的生产队 当时的说法是 人均年收入在50块钱以下的生产队 可以实行这个制度 但是这个口一开 果然 没隔几年 就把这个大坝给冲垮了 是吧 可是我们知道 改革以前 中国有96万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生产队就变成了行政村 改革以后 这96万个行政村 仍然保留了7000个集体经级 而且我们可以讲 剩下来的这些集体经级 一般来讲 都是搞得不错的 是吧 比如南街 南街村 人们的议论很多了 是吧 华西村 是吧 也许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议论 但是这些村 还是相当富的 是吧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是吧 那么现在就有些人说 是吧 改革搞错 是吧 有些人还提出一个口号 叫做小方应该 学南街 小方的道路是错的 南街是做得对的 是吧 大家想想 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是吧 这个 96万个 96万个行政村 有7000个保留了集体经纪 这就说明 我们仍然 应该把农民 捆在公社里头 是吧 96万个村 绝大部分 当农民有了自由的时候 都选择了退出 只有不到1%的村 农民还留在那里 为什么留在那里呢 在没有强制的条件下 能够让农民留下来的 当然只有经济绩效 是吧 因此我可以讲 剩下来的这7000个集体经济 应该是明星村 这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如果它不是明星村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讲 是吧 你在没有经济绩效的情况下 你还能强行把农民留住 那你就有犯罪的心意 是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 那你肯定是用了强制的 是吧 我们中国农村改革的这个 呃 就可以证明 单干比集体化好 根本就不能证明 是吧 这个单干也有干的好的 集体化也有干的好的 那么人 那个改革的成就 能够证明什么呢 只能证明一点 就是让农民有选择 比不让农民有选择好 是吧 让农民有选择 那么农民不管选择单干 还是选择仍然自愿的 搞集体化 都会比原来 是吧 而96万个村 当农民一旦有了自由选择权的时候 99.3%的农民都选择了离开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 原来这个制度的失败吗 是吧 我们觉得 我觉得历史上的 集体化 失败到这个程度的 应该说是极少 是吧 比方说 我们知道 以色列以前搞过集体农装 是吧 就是所谓的基布子 基布子现在也 现在也已经 基布子现在也已经疯狂不在 但是 现在的以色列的基布子成员中 是吧 仍然 维持在地布子的 还有三分之一 是吧 甚至苏联的集体农装 我们都知道 是吧 它的必定非常之多 但是 苏联 一旧 剧变以后 是吧 搞了 二十几年的市场经济 今天也仍然有 百分之三十的苏联农民 仍然愿意留在 改良以后的集体农装中 可是在中国 这个数字连百分之一都不到 是吧 那当然你搞不好的 大家都走了 是吧 那大家还不走的 那肯定就是不是因为你不让大家走 你才搞得好 而是因为你搞得好了 所以大家才不走 是吧 这个最简单的因果 关系大家不知道 是吧 这不是很简单的吗 是吧 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讲 如果我们今天来看 这个中国农村改革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教 这个 这个成就啊 是吧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说 是吧 无论是从原始积累的放松 是吧 就是最早 就是收购价的并轨 与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 是吧 使得农民有了最出权 是吧 就是他们可以 离开人民公社 是吧 乃至他们开始可以搞乡镇企业 是吧 乃至到了九十年代 农民有了啊 这个人生流动的啊 一定的自由 是吧 一定程度的自由 是吧 就是从泥土不离乡 到所谓的小城镇主义 到农民公大量的进入 是吧 他们想去的地方 是吧 这就不一定是小城镇了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小城镇主义的真实含义是 只准农民进入小城镇 是吧 否则的话 小城镇主义就是不会有意义 是吧 如果 农民随便可以到任何地方去 但是他们都只去了小城镇 那这个并不足以构成农数的主义 因为全世界都是这样 是吧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规定农民 只准去大城市 不准去小城镇 没有 是吧 但是我们国家以前在地图不离乡以后 曾经有一度 不允许农民大量流进 那个大城市的 是吧 那么就说农民可以 是吧 第一步是离乎不离乡 第二步可以进行小 进入小城镇 现在又说 是吧 是吧 農民可以进入大城市了 是吧 那么农民将来会不会又回到小城镇去呢 当然 有这种可能 甚至回到农村去的可能 都是有的 但是这必须是农民自己的选择 是吧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是吧 那么 由于这些 是吧 那么回到头来 由于农民的流动 当然就对土地的流传提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吧 而且尤其我们知道 这个 四季初的税费改革 它在减逐农民负担问题上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是吧 但是同时 它导致了中国这个土地流转的 有人说要倒退 其实这个倒退到我看来还是进步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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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农民负担很重的情况下 大量的农民是 是 是 是重不起田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 传统时代 农民战争前夕啊 经常就是这种情况 不是农民 无地可重 不是有什么土地集中 而是大量的农民 弃地而走 大量的土地是抛光的 不是把它卖给地主的 是吧 大家要注意我们 历代的农民战争前夕 都是这种情况 那个时候大量的土地是没人要的 是吧 不是说 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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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把土地卖给地主 然后自己成了电铺 不是这样的 是吧 这和我们那个 税费改革以前的情况是一样的 但是税费改革以后 当然就不是这样的 是吧 农民种田不要交税了 而且还可以得到国家的补贴 是吧 因此这个这个土地流转率啊 从2002到2003年达到一个小高潮以后 到2004年就出现所谓的大面积的回流 是吧 土地流动率就变低了 是吧 那么变低了 本来有的人认为也是正常的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 呃 我们的政策取向好像就有所变化 是吧 我们的政策取向现在开始鼓励 规模化经营 是吧 尤其是去年开始提倡发展家庭农场 这里我要讲 发展家庭农场这个提法本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因为如果按照国际经济学界 社会学界的定义 家庭农场就是家庭经营 1978年中国的农业就已经是家庭农场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呢 实际上 这表示着我们最近几年的农业政策的主流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原来我们是认可农民兼业化 是吧 就是每个农民都种一些钱 但是他们又去打工 是吧 但是后来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这种做法不经意 是吧 于是就提出 于是就倾向于要消除兼业化 消除兼业化 强调的就不是一般的家庭农场 而是有规模的家庭农场 是吧 因此我们最近的这个 这个这个政策导向 好像是鼓励农民要把土地集中起来 是吧 以前我们不是这样的 恰恰相反 我们的政策是要限制农民集中的 是吧 而且大家知道像刚才提到的上次来 你们这里讲 演讲的温铁军先生就认为 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他的一个著名论点 说土地是不是生产资料 而是社会保障 所以集中是很危险 都会出现无地能力 等等等等 是吧 我这里要讲的 我这里要讲的 说实在 我觉得 中国到底是应该用国家权力来阻碍土地的集中 还是用国家的权力来加速土地的集中 这恐怕是一个假问题 如果中国老是用国家权力来干预农民的地权 甚至剥夺农民的地权 不管是国家禁止农民做小农 还是国家强制农民做小农 恐怕都不会有好地 是吧 我觉得农民是不是要做小农 归根结底 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是吧 这个 我们国家这几十年了 无论在农业发展的技术路线 还是农业发展的经营方式上 都有大量可以讨论的话题 但是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两件事都只有在充分尊重农民自主权的条件下 才有可能有好的结果 是吧 我在人民公社时期当了十年的农民 我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推行了大量的先进技术 可以说成功的不多 是吧 五十年代推广双鸣双华梨 是吧 六十年代提高浮重指数 是吧 土籍杂交高粮 在青海西藏这些地方用小麦取代青科 是吧 更不用说在经济上 从大公社到对北基础等等等等 是吧 其实啊 作为一个农业文明自主权深厚又浮原广大 各地条件及其多样的大国 我们各地农业的适宜技术和适宜经营方式 其实更多的是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 因此我觉得 无论我们是对农民的规模化经营 是吧 无论我们是用政府的力量去限制 还是用政府的力量去助推 是吧 恐怕都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政府应该摆正自己的角色 那就是农民有要求政府来服务 是吧 而不是政府 今天说农民应该保持效忠 明天说农民应该 是吧 就把自己的土地交给大公司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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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说 那种从历史 那个时空切换的角度 一直从水塘 谈到这个二世纪的上半期 然后又讲到中国的四九年以后 土改工业化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情好事实历史上也在看说 我给你看出来 他对史料的分析 其实用了很多的方法 包括社会学 经济学等等 我觉得 这个观点或结论 今天可能也跟我们法律有很大的相关性 比如说地权与人权的关系 还有公权与私人自由的关系 选择权的关系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那这方面呢 我知道 我的同事 陈达宏教授 他是真正的方面的专家 他是一个思考者 他是一个 我认为是 最有思想穿透力的 一个宪法学者 他对土地问题 也有一些关注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 帮我们老师做一个简单的提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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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 请会接受 很不好意思的是 因为 我事情 我确实不知道 这个是该活动的 什么呢 我也没有任何的 这个准备 那平常说刚才呢 这个他是 我想你不是从一个 现实的问题 就是现在 这个土地要不要 放松一点 从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你就用了几个 结构的历史资料 去论证 比方说 从古到京的农民革命 跟土地的集中 或者土地兼并 到底有多大关系 你对这个 就是以往的历史学的 或者历史教科书的那种 方方结论 是提出了这个 执疑的 有一些那个 基本的一些资料 来佐证 这是一个 第二个理由 分析了那个 真正搞土地集中 以国家强势力 实行土地集中 也就是以这种 以苏联为开始的 这种社会主义模式 那么这种集中模式 最后为什么产生 以及它导致 什么样的后果 就是从这里面 想去推演一点东西 最后我们就看到 这个苏联 它走上了什么品质 然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 它又走上了一种 什么品质 也就是说 我们讲分产道货 包含道货 就是你又是 分产到农民手里去了 那分产到农民手里去了 你的意思呢 又好像 我听的意思好像是说 未必就是 个体的经营 比集体经营就一定要好 也未必就是 集体经营就不好 这个节目 我好像听起来 有点模糊 所以你就引出了 现在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一个总的一个结问 就是说 现在到底是 放还是说 对吧 这个问题是个假问题 就是 就是不要用国家权力 过多的去干预 干预的 有好也有犯 对吧 这个放开 也不会导致 真正的所谓土地兼并 更不会导致政治革命 或者民怨 就是放开 你也不用去担心 对吧 所以 当方该做什么呢 你的意思是 要给农民选择 这不要人为的 去给他加强一个 什么集体化的 这个同学的第二次 集体化的 一种建设 对吧 这个也不要去阻碍 他的土地的自由 一种 大概我听到 这个 这个逻辑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事 我听完以后 我产生自己的一点 一点联想 因为我本人不是学历史 我也不是搞经济 但是很多年前 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谈过一次 也还不是考虑那么展开的 就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个宪法 这个不好 而怎么不好呢 他说那么多经济内 所以当作的动作就修现了 这个宪法极其不稳定 不装作 对吧 你改来改去 改来改去 这确实大家就不把它当作一个规范去看 这是他的这个感慨 当然我是有不同意见 我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怎么可能不规定经济问题 不规定经济制度 不规定这个 他就不是社会主义 至于他 这个经济本身 该不该是国家的一部分 该不 那个是 是采不采取社会主义的问题 我不管 我没有办法去争这样的问题 但是 只要你搞的是社会主义 那么经济制度 它就是宪法 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 你跟这个调别 经济制度里面 这个土地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内容 那么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讲 土地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 这个宪法制度 既然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的话 那么宪法学 就应该去认真地对待它 去研究它 也就是我们必须思考一个 土地制度变迁 对中国的权力结构 对中国的公民权 它有什么影响 可能这个 非常遗憾的是呢 就是 我本人也不具备 那个经济学的这个背景 所以我在想啊 这个 我们当然也有人用一个词 叫政治宪法学 所谓政治宪法学 我可能 我可能大概就是两款 一个是政治经济学的宪法学 所以你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去分析 因为你这里有点大块 那种事 人家没有 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这个党和国家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西方民主宪政国 民主宪政国家 它的这个体制 跟我们这个不同的地方 你中国的宪政 如果要发生 必然自得从这两个地方入手 这两个地方如果 没有什么改变的话 或没有什么 没有空间的话 这个现实是五重八弯的 但是我想的就是 从我自身的这个专业来考虑 考虑这个事情 那么 这是办法的来讲 那连续上您刚才讲的这个 就是 现在的这个土地 该不该交房的农民 包括这个 我们最起码 我们从四九年以后 这个土地的这个集体化 对吧 然后到在 在现在 你想进一步把它 这个 这个 从产权角度 左右权角度 或者从这个 从这个 这个交易权力 这个角度去把它进一步 放松 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大程度上 官方如果考虑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个 我认为它不会从一个 平行的 民与民之间的关系 去担心问题 而且土地问题 我个人认为 我有一点 稍微跟你 有可能也有一点区别 你说历史的农民战争 这个土地问题里面 这个 其实我跟这个 当下可恨发生的事情 连接起来 我认为 历史上的 农民问题 这个农民的土地问题 它首先不是一个 平行关系的问题 不是一个平行关系的问题 就不是一个 这个和那个 两个私人主体之间的 这个矛盾 这个矛盾本身 不是政治矛盾 政治的矛盾 必然是跟公共权力的关系 当然可能是以土地制度为中介 而引发的问题 那么在 在现在的这个背景下 我认为 我个 我认为这个 如果帮方担心 这个土地放出来 这个土地权力放松以后 会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他担心的 不是有两个私人 会因为土地去打架 对吧 其实担心的 也未必是 有人真的就 没办法 因为这个 没办法 城里面也会失业 他也有解决办法 当然这个农村里面 这个问题 可能这个人口 他这些社保 他想不想就建立起来 这是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 最担心的一个 实际上就是 这种社会关系的 就是私人之间的 这种冲突 到某种程度的时候 它和权力的 那个连接在某个点上 今天到今天 我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的 土地问题 我从来没看到 是一个私人和私人之间的毛布 它是一个 和国家权力的毛布 以及农民靠体 和集体这个 准公共权力的毛布 所以我思考 这个就是 这个秦教授 我不知道你怎么考虑 这个问题的 就是 未来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方方的 你意思是说 国家权力既不要干预 既不要这个强行的 就是促成一个集体化 也不要阻碍 他的那个新的一种集中 土地的这个集中 我不知道您这个 放荡 虽然刚才已经有那么多论述了 是这种态度 就这种方式 对待同地的这种曲态 是不是有利的 我就提到每个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教授 做自己的听证 其实刚才 秦老师 刚开始也说了 因为我知道 秦老师那个 PVT 非常非常多 我给他写了一个 纸条 提醒他时间 所以他实际上是有许多 是没有展开的 所以秦老师刚才也说了 有许多他社会直接跳向结论 在讨论结论 可以去展开这个论证的过程 其中我刚才有一个疑问 也跟这个程老师所讲的 有点类似 因为您是从历史学研究的 大量史料研究 还从史料挖掘的角度来做 他也讲到中国历史上的 这种民变 他不是一个经济学题导致的 更多是政治的矛盾的计划 然后呢 你一旦来指责这个研究思路 最后导致这个结论 其实我理解可能是 自由主义 经济学也会得出结论 就是你让这些人 私人有更多的选择权 我是想问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理解 您刚刚 您今天所讲的这些 是不是对 这个历史研究的角度 导致一个 跟自由主义经济学 对土地问题 相似的结论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刚才这个 最后一个结论的核心 就是提到农民的选择权利 是最重要的 不管他们要到这个 单干也好 或者集体也好 关键是让他们自己有选择 可是 我觉得每一个个人 每一个农民选择自由的前提 就是要经营权改革 是不是可以认为 就是在你这个结论中 已经暗含了另外一条 因为 如果说像目前 那么我们看到 对土地的这种管理 一个是 抵合物权的问题 还有一个在中国法律上 主要是土地 用途管制的问题 对吧 用途管制 可以说是一种 比较典型的政府 对自由选择的干预 你这个钱只能种到 种粮食 不能够去盖房子 这个是用途的干预 但是 全面那种 集体产权 那你个人 至少你选择权的一个 包括我的这种 如果能完成所有权的话 可能就会有这种完全的 充分的充分权 所以您讲到这个 未来冲击制度改革 最重要的是 就是要让农民个人 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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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照产权的问题 或者说自由化 再来一个前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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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提问给我 一些回答 接下来我们先 我们已经开始提问的环境 每一次我会有三个问题 每一组有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提了以后 台湾集园呀 就是陈老师和秦老师 他们可以来对这些问题 做一些回应 那么每一组问题答完以后 再进行下一个的提论 先开始第一组的提论 一个 两个 还有第三位 好 三位 第一组的提论 曾经的请教授你好 我在网上 我实在是四川的 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神 但是他现在还不是 你故意讲四川话吗 故意讲 但是这个农业就是说 现在皇室人 光是关键的 你故意讲四川话 他这个法权放弃 就是这个四川话 专业法和维莫法 其中之一就是要求 就是初地要求 然后事先已经成立了维莫法 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 家庭联程 成了一个维莫法 它相有一个初地 实际分散法和维莫法 从事实际上初情教授的维莫法 就是当前的农业 农业的发展 右边产生高增 是其中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当前土地资源增货 被说未来农村改革当想 实际上 故意十一法发展 还是在家庭面产生高增 第一个问题是技术长 加上土地 这个土地生育长 比例不慢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提起来 提了三个问题 对 我们不管你提几个问题 最后呢 大家只是在里面选择一个 所以你不用提那么多问题 就谁两个问题 问你们两个问题 谢谢您好 我问您这个 暴力资源的问题 比较感兴趣 就说我问你 可能比较诸心 我就想问您 在真实人民主观当中 或是对于这种 纳同音状的这种方式的 靠动节奏 这种土感 到底是究竟是他们 他一直就是这么想的 还是因为在属性过程中 出现这种问题 是设计性的还是解释性的 第三个 秦老师您好 我是来自广新南宁的 现在在农村里面 做农村发展工作 那个我的问题是这样 因为我去印度出差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阿哥拉市 也就是印度太极林所在的地方 就发现了很多 无家可贵的穷人 就睡在路边 我想如果是在我们国家 就是首都北京故宫旁边 不可能有那么多 无家可贵的 那可损害我们国家形象了 但印度政府没有任何的干预 那就是我在就网上和报纸上 看到这样的评论 就有的学者会说 那因为我们国家农民有地 他又再穷 他又回到家里面 中的一地 他不至于饿死 不至于人落街头 那这是我就是我自己的观察 所以我有感觉就是那一刻 我是感觉就是我们国家制度 还是有它的合理性 但我想听一下您的一个说法 因为别人也在评价 中国跟印度 作为两个新兴的经济体 是如何就是在未来的世界中 如何定位自己 包括自己国家的一个发展 另外就是主持人老师 刚才您说 这个给小农户自由选择的权利 就是他产权必须明晰 那另外我觉得 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他需要有足够的信息 去判断 他是应该这样做 或者应该这样做 别说是就是可能收集 要求的不是很高的农户 就是你给我判断 我现在就是个农民 然后我面过大学 你给我判断 我这个地应该怎么处理 那我去哪里收集这样的信息呢 我应该听谁的 谢谢 好 谢谢几个同学提问 顺便说一下 太多了 我提不出 那个我们要不然你 就您记得的那些呢 那个您记得的 一定是你印象 你先回答 现在开始了吗 首先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 我提的这个组团会执政党来讲 会有什么影响 他会采用 这个问题我好像不太考虑的 因为我们是做学问的 做学问其实和写咒哲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并没有鄙视写咒哲的意思 我觉得写咒哲写得好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不擅长于迟到 写咒哲嘛 当然是要考虑它 祖上会不会采用它 但是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 我们只是想说 这个事情是不是这么回事 他们上面的人会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我不是很感兴 但是我想 无论是什么人 如果他从长远的看 希望他的统治能够考得好 他还是愿意挺整化 我觉得不管对于谁执政 如果他是开明 如果他是足够的政治智慧的话 他还是不愿意听那些人 都是讲着应付他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至于我的这个主张 是不是和得出一个结论 是不是和经济自由主义 一样的结论 我觉得这个经济自由主义 首先要有一个定义 比如说我们的确有一些自由主义 要认为 这个单独经营是好的 集体经营肯定是不好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一般都把 他们不但否定了集体农庄 他们一般也认为 像比如说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以色列的吉布兹 他们也认为是没有什么钱 就是自愿的集体化 他们也认为是搞不好的 这一点我觉得 关于这个农业家庭 农业经营的这个 什么方式是最优的 历来是有争议的 曾经有一度 很多人都认为 大精灵要比小精灵好 自由主义者也有这种说法 大家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 马克思这是左派 还有那个阿瑟阳 那是自由主义者 他们都认为 大农场要比小农场好 是吧 这个这个 但是后来就发 到了 到了最近这几十年了 反正就变了 不管是自由主义者 还是社会主义者 都讲 那个那个小农经济好 是吧 那个自由主义就说 这个农民应该有独立经营权 那个 左派 现在现在很多的左派 认为政府要干预 立足点也是说 政府需要用干预来保护小农经济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如果政府不干预 小农就会被检定了 就会就会消失了 是吧 那么他们的立足点 好像也变成了那个小农经济 是吧 但是我倒是觉得 在这个问题上 我真是不敢说 是吧 因为尽管 最近几十年 像苏尔茨 像他们的那种观点 都见战主 我就是认为 这个农业这个产业的特殊 它的一些特殊条件 是吧 比如说监督成本高 什么什么 是吧 使家庭经营 这个地位 是不会被取代的 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大农场 还是资本主义的大农场 都不可能取代家庭经营 其实我基本上是相信这个的 但是我不敢把话说得那么慢 是吧 因为我的确也看到了一些相反的例子 比如俄罗斯就是 是吧 俄罗斯在那个巨变以后啊 他们就很想搞中国式的那个家庭农场 是吧 就让农民自己来干 可是搞了二十多年以后啊 就发现俄国的农民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条件 是吧 最近这些年啊 俄罗斯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是那个好转主要是靠大农场 是吧 其中包括私营农业公司 也包括由集体农庄改制而来 自由股份制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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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公司 但是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在俄罗斯 一直就没有发展起来 可是假如你要说 一家一户就是发展不起来 看俄罗斯又有另外一个现象挺有意思 就是我们都知道 有大量的中国农民跑到俄罗斯去租地 那些人都搞起来了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说呢 还有一点 呃 那个一些非洲国家 比如南非 是吧 南非是 呃 呃 农业很发达的 而且它的农业是大农场农业 是吧 或者叫种植原农业 这不当然跟殖民时代的那个 殖民时代的那个条件有关啊 它的农业基本上都不是 呃 用家庭保重力的 是吧 往往一个农场出了几百个农工 就是 这个在全世界在英美都很少有这样的大农场 但是这种大农场就是有效率 是吧 你看那个 南非在这个问题上是很谨慎的 它一直就在主改问题上 就一直是 呃 那个那个不愿意太激进 原因就是 因为它发现 的确是 一把它分给 那个小农物 那个经营效率就下降 是吧 那么当然 比较极端的像 津巴固围 津巴固围就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 把那个 大农场给搞掉了 那结果津巴固围的农业就搞了一塌糊子 津巴固围并没有搞集体农装 但它那个 那个黑人的个体经营 就是不如白人的大农场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我现在当然还是承认 集体家庭经营是有优越性 但是我 我倾向于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慢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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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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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展进程啊 经常提出一些 新的问题 但我捐信一条 就是不管是大规模的经营 还是家庭经营 是吧 前提都是 农民要自愿 是吧 我反对用那个全地运动式的这种办法来搞大经营 是吧 我也反对 就是如果农民愿意大经营 政府去阻止 是吧 我这两个我都是反对的 而目前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最近这两年啊 政府的政策的重心是我说好像是要要人类推动规模化第一 是吧 因此现在他们不断的讲要农民那个什么上楼啊 什么腾出土地啊 然后动员农民把土地交出来 是吧 很多地方报纸上登这种 说说农民啊 很落后 是吧 他们老是 那个那个觉得自己经营更保险一点 什么不愿意交出土地 结果政府怎么怎么去上门动员啊 怎么怎么 我觉得这样就坏了 是吧 我觉得政府不能这样干的 是吧 尤其是中国的政府就更不能这样干 因为中国的政府全体是不受制约的 而且中国的政府善于拿这种东西去做考核 不管是什么东西 一旦成为考核 这个指标都坏了 是吧 如果中国现在万人下了一个命令 说是这个各地各地农村都要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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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的规模经营当作一项考核指标 那我相信大就会有大量的就会有很多地方的政府把农民强行赶走 就来来来来搞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是吧 我甚至都认为 只要是农民 真正自愿的 集体化也没有什么大量 是吧 我们中国以前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是自愿的 是吧 以前的农民是不能搞单干的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小农村为什么会有十八个血手印呢 就是大概有可能坐牢的 是吧 那么我们那个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就是为农民解开的这个枷锁 农民有选择权了 今天我觉得这点仍然没有过失 是吧 未来的农村 未来的农业经营是不是仍然以家庭经营最有效 我现在是倾向于暂停这一点 但是我不敢说死 但是即使不是这样 也必须是在农民 是吧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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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选择权的基础上 我还要讲一点 我认为从产权的角度讲 所谓的集体所有制是一种根本说不通的制度 是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到底大家都知道 我们讲的私有制 是吧 privit privit privit指的是什么 privit指的不是一个人所有的财产 是privit 一万个人所有的财产 只要是自由财产 它也是privit 是吧 我们知道现在西方的很多大公司股东有几十万 谁说它是公有制来的 它还是私有制 是吧 我们一个生产队才有八户人家 我们就说它是公有制 这叫什么道理呢 是吧 为什么八户人家的这个叫公有制 人家几十万股东的就叫私有制呢 是吧 我们都知道那个privit和public 是吧 或者说和那个state 这个对比绝不可以化解为 那个individual和collective的区别 是吧 individual的所有的财产是私有的 是吧 一般人合在一起 只要他们是自愿合在一起的 也是私有的 是吧 谁说国音公司不是私有的 是吧 谁说国音软不是私有的 它也是私有的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啊 大家知道 比如说在东欧很多国家 他们在那个 主要市场经济的时候 他们对那个农村的 这个所谓机器经济 就是这么处理的 是吧 也就是说 他们就规定农民是有自由的 是吧 那么如果你自由的结果 你仍然是愿意 大家把东西合在一起 那你就是一个 自由的股份公司 是吧 俄罗斯现在也是这样 是吧 那么如果你大家愿意上火 那就上火了 是吧 都一样的 这有什么不一样呢 合在一起和分开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只有强制与非强制的区别 是吧 这还要说了 有人说这个土地私有化 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经济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什么 意识形态的经济 就是既得利益的经济 是吧 政府就是基于 卖地财政的主要 是吧 就是基于一些权贵和房地产商 那个勾结的需要 是吧 所以才来 国家农民的这个选择权 如果你真的要讲 意识形态 有什么绕不过去的 我就说我捐持集体所有 是吧 但是我捐持集体所有 我那份 我有没有权利担定主集体呢 是吧 比方说 我是张家村这个合作社的 我有没有可能 我把我的那份土地拿出来 加入李家代这个合作社呢 如果不能 为什么 是吧 我加入李家代这个合作社 不也是集体吗 为什么就不行呢 是吧 如果我们所有的农民都可以把 自己的土地抽出来 然后我们自由组合 组合的结果不也是集体吗 但是按照我们的现行制度 就是不可以的 你又必须死在这个公社 这个合作社里头 是吧 你的那份土地 你是拿不出来的 那是为什么 是吧 这是公有私有的矛盾吗 根本就不是的 是吧 就是便于他控制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这么回事 是吧 这个公有私有 根本就没有 没有关系 是吧 我觉得给农民以充分的土地自由 完全可以在 假如我们意识形态 真的那么在乎公有 是这个词的话 是吧 完全可以在这个名词 那个下面得到实现 是吧 你不说别人 现在英国都规定 这个土地是那个女王的 是吧 英国现在都 名义上都还有这个规定的 但是实际上英国的土地 当然都是可以 那个自由流通的 是吧 这有什么矛盾呢 是吧 名义上的嘛 是吧 我们最终都是属于 是吧 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嘛 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这个 理论上对来追去 都是那个国家 但是这并不妨碍 我们可以随便调理 反过来就说 我们现在说 土地所有权不是农民的 但是使用权是农民的 而使用权是怎么定义呢 我们以前说了 使用权是三十年 三十年不变 那么好啊 假如你真的承认 这个三十年不变 是吧 那就是说 这三十年内你不能干预 是吧 三十年以后你才能干预 是吧 那么这三十年内 我就可以自由地 处分我的权利 但是现在能做得到吗 根本做不到的 国家要整理 明天就可以整了 哪怪你什么三十年啊 是吧 三天他都不会等你的 是吧 这个是根据什么道理啊 是吧 讲得简单点 还是他的权利不受制约 是吧 这话公有私有 我认为是没有矛盾的 是吧 当然如果真的要讲 从道理来讲 是吧 我觉得自由所有权 就是私有制 是吧 Pravit Pravit Pravit的含义 大家查查字典就知道 是吧 它这个直接的意思就是 非官方的 民间的 自主的 是吧 并不是说只有一个人的 是吧 我在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那个1996年的时候 浙江港 那个乡镇企业 产权改革 实际上就是乡镇企业的石油化 是吧 那个后来我去那里作为一次调查 他们有一个标准章程 这个标准章程实际上是为乡镇企业使用化服务的 但是为了要靠这个意识形态的帽子 当时有一个规定 说这个乡镇企业股份制 就是产权明晰了 他说那个 市值 是吧 市值 两个以上 那个 股东 一个括号 不含同一家庭的两个自然人 是吧 合股以后建立的企业 其性质属于劳控群众集体所有 是吧 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两个以上就算是集体所有制 那夫妻店算不算呢 夫妻店不是两个人吗 他们说你看 这里写明白了 同一家庭内的两个自然人 那不算 后来我就问了他们说问题 我说如果这两个人是打架要离婚了呢 他那个人就弄住了 想了半天他说 如果按个字面上讲 那好像就应该算是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 他们本来 同楼共济的时候 你说他是私有制 结果这两个人打个水火 不像人打过头了 你就说他打什么公有制 是吧 是吧 所以我觉得啊 这个根本就是假造出来的一个问题 是吧 说实在的 现在关键就在于 农民必须有自己的财产 哪怕就是公有制 也必须是农民自己的公有制 不是被公有的 是吧 我们中国从来就没有过提起话 只有不被集体化 是吧 我不止一次的讲过这个事 是吧 中国现在如果农民真的能够集体化 我觉得不是好事 不是坏事 是吧 问题是中国以前从来都没有 是吧 中国的农民都是被绑到公社里重去的 如果那能够叫集体化 我早就讲过了 那最集体化的就是奥斯维新 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只要农民是有充分的选择 另外一位以前 以前人又讲了 那农民没有信息啊 是吧 他要做出选择 他怎么选择呢 说实在的 只要农民有充分的自由 只要这个社会有充分的自由 要解决这个问题 再好 他也是方便不过了 有大量的咨询机构 是吧 有大量的专业 那个提供这个信息的人 是吧 这个世界上 这个信息不对称 信息短缺的问题 何止是中国存在 任何市场经济国家中 都大量存在 是吧 但是人家都可以解决 信息完全可以 是吧 完全可以通过那个 那个专门的信息服务部门来提供 政府要提供也是可以的 是吧 政府在这方面也大有作为 是吧 但是政府不能以提供信息为理由 对农民进行强制 是吧 这里我倒不是说 政府完全不能实行强制 是吧 因为说实在 政府的本质就是强制 收费就是强制 是吧 政府如果一点都没有强制功能 也就无政府了 我只是说 政府的这个强制 一定要有比较 一定要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是吧 权力是要有边界的 是吧 不能乱来的 是吧 我觉得这个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中国 一百多年以前 咱们就已经 谈到过了一个问题 群体权戒 是吧 这个公权力一定要有边界 我就讲到这里 哦 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 因为我们的老乡 提到那个印度的平民工问题 其实啊 我在印度去过好多次 各种各样的平民工 我都去过 我还专门去过 那个台积林 河对岸 在那个 杨茂南河对岸的那几个村子 那几个村子 一河之河 那个 那个 河对岸 就是 台积林 那个 那几个村子 就是挺有意思的村子 是吧 这里我要讲 首先我要讲 印度的平民工里头 大量的人不是家里没有土地的 而是土地不够 是吧 他们选择 觉得在城里还是好 是吧 而且你不要说 印度的农民 他就是那么不分 他不知好歹的 在农村明明有土地 结果跑到城里来 睡马路 没有这种道理的 是吧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是吧 梦迈 有很多的平民工 是吧 但是加尔国大就很少 是吧 加尔国大为什么 很少有 加尔国大 过去几十年来 长期以来 一直是 印共马执政的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习孟加拉帮 一直是印共马执政的 印共马 当然现在是有 最近他也下台了 是吧 那个那个2009年 他下台了 是吧 那么在没有下台之前呢 他最近几年 他已经有所改变 是吧 也要招商隐私啊 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但是以前 他不搞这一套 他不搞这一套 就造成一个结果 就是加尔国大的 就业机会很少 是吧 那么就业机会很少 就没有多少人 愿意去 是吧 那么孟晚这个地方 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 牧生手段 所以大量的农民 愿意挤到那里 是吧 包括住的 活泼烂烂烂的 是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说 孟晚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达拉北是世界 亚洲最大的提名 多么多么悲惨 比达拉北更悲惨的 还有呢 是吧 达拉北很有名 原因是因为 他是 那个亚洲最大的 但是他是政府承认的 政府一旦承认的提名 政府会提供市政服务的 是吧 所以达拉北是 是那个 政府提供水电的 政府其实是蛮规范的 是吧 但是 印度有很多平民国 是政府不承认的 政府不承认 但是他又没有能力 把政府赶走 他又没有能力 把农民赶走 所以就造成一种天象 在那些地方 政府是不给 这个平民国提供市政服务的 既没有电也没有水 是吧 因为政府说 你们在这里待得不合法嘛 是吧 但是他也不可能用 他一大堆成管 把他赶走 那么于是就处在那种僵持 有的 有的 那个那个 久的我知道 僵持了十几年的都有 是吧 就处在那种 政府要赶走 但是他们又不走 是吧 那政府不承认 结果又不给他们提供 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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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 那个公共服务 这种平民国 是印度最差的 说我们现在骂平民国的人 基本上都 讲的都不是这种 但是即使是这种平民国 我也是做过调查 是吧 我又曾经问过很多人 是吧 我说你们在 在家乡 是不是 是吧 是不是一点生物都没有 是不是 完全没有土地 大概只有两个人说 他们是没有土地 其他人都是说 有土地 但是土地不够 是吧 我们的农民进程 不也是这样吗 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是吧 这里我还要讲了 印度是土地是有的 是有无地农民 但是印度这几十年来 总的来讲 虽然它没有搞激进的土感 但是它的土地的经济系数 是越来越低的 也就是说土地是越来越分散的 印度现在的无地农民 肯定比以前少 是吧 当然肯定还是有的 是吧 它虽然没有搞激进的土感 是吧 但是现在的 它那个几十年来 它的土地一直是在区域分散的 也就是说 现在印度的无地农民 虽然有 但是绝不比以前多 可是现在印度城里的贫民窟 要比英国统治时代要 多得不可 不可想象 是吧 孟买的英国统治时期 哪有那么多贫民窟啊 可是英国统治时期 绝大部分印度农民是无地农民 那么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贫民窟呢 也不是没有 为什么少呢 其实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那个时候的英国人 不太把印度人当人嘛 是吧 就是经常那个时候的 英国人城管比较厉害 是吧 到了现在 对印度的民主政府城管就不厉害了 是吧 所以就造成现在大量的穷人 往城里挤 是吧 我还说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拉美 现在拉美大部分国家 都是左派执政的国家 是吧 可是左派执政都是骂贫民窟的 说贫民窟是对穷人不好 可是左派执政以后 贫民窟都是增加了 而不是减少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道理很简单嘛 既然你是左派 你叫最穷人更好 你就更不能赶他们 是吧 右派还可以赶他们 左派怎么能赶呢 左派就是靠贫民窟选票的 那当然他们就来得更多了 是吧 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如果说土地公有制 就可以防止民窟 那我们何必搞城管呢 是吧 我们不是 既然没有土地私有制 我们就 就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事 是吧 所以根本就不是这样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呃 张老师你回事吗 嗯 嗯 本来我们还要进行几轮 呃 提问了 当然 其实我知道 但是秦老师已经对 即将要提出的问题 也做了一些 也做了一些 哈哈哈哈 我才做了 嗯 而且呢 呃 时间很标准 所以 知道在这个领域中 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 秦老师有很多的内容 然后跟大家交流 呃 在座的各位朋友 也还有很多的问题要提出来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呃 好在我们今任 呃 法学公文政治论坛呢 呃 会定期的来关注 这样一些问题 特别是中国的 呃 集体国际改革的问题 呃 所以我们想的一个 期待给大家一起 一直来关注这些问题 我想在这里再次的感谢 今天晚上的同奖的嘉宾 秦老师 好 他就这边 感谢观看